英國多個城市在過去週末均有舉行集會 紀念612事件四週年 其中在英港人組織 修咸頓香港人 昨天探伍在修咸頓的Bargate舉行集會 約有100人出席 期間一名身穿白色T恤黑色短褲的男子 在集會現場拍攝並出現挑釁 據追新聞引述在場集會人士表示 該男子期間打電話召集同伴到場 最後在集會人士的群眾壓力下離開 集會結束幾小時後 幾名參加集會的在英港人在現場附近用線後 造該名白衣男子以及多名華裔大陸留學生襲擊 網上流傳的影片顯示 三名男子以手和腳襲擊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 期間有人用普通話高聲講粗口 並大叫香港是中國的 授集港男手臂有瘀痕 頸部也被抓傷 事後網上也流傳出微信對話截圖 有人上傳C集影片到群組 上傳者更說 暴打港獨狗 報導又指 C集的白衣男子和在微信群組發布照片的人為同一人 他的微信用戶名為公正呀公正 該男子名為公正在北京土生土長去年同天津工業大學畢業 再入讀修恆頓大學 香港監察行政總監羅傑斯發文子 事件令人發指 C集者甚至膽敢將整個暴力過程拍下來再上載至社交平台 他促請當局立即逮捕及控告這些暴徒 我們下次再見 C集員 Ab Se F